由白静廷、宋义主演的《长风度》 已加入爱奇艺的六月牌播表 目前预约量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有了大APP加持外加白静廷与宋义绯闻的热度 《长风度》自开拍以来就话题不断 自带流量 期间 来就场的刘学义更是成为了该剧的噱头之一 白静廷加宋义加刘学义的组合 妥妥的巨男美女 颜值盛宴 此外还有胡可、沙蚁、张妍妍、何忠华等一众老戏谷的加盟 更是给该剧增加了看点 而《长风度》代播之际 宋义以禁组《言心记》进行拍摄 白静廷的下一部新剧也开始流粉 六月份没有太多火爆的古装剧 但是到了六月下旬左右 各大平台就会陆陆续续上新剧了 一支好剧不断的爱奇艺 预计要播的剧是白静廷和宋义主演的《长风度》 将要打响暑假档的第一枪 《长风度》预计六月下旬 爱奇艺六月上旬播的是居静一的花容 有博主爆料 白静廷和宋义的《长风度》预计要接档花容 大概会在六月二十日上线 花容将在六月十六日收官 也对上了《长风度》六月下旬播出的说法 还是有点可信度的 而且《长风度》已经麻症 就等着播出了 《有望爆火》 《长风度》这部剧 虽然算不上太火爆的大Ape 但是被很多人看好 《有望》成为今年暑假档的第一部热剧 综合各个方面来看 还真的很有可能 一、导演靠谱 原作好看 《长风度》改编字墨书白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玩裤子弟顾九思 和不伤之女柳玉如先婚后爱到互相扶持的暖心故事 本剧的导演为尹涛 相信喜欢看古装剧的朋友 对他应该都不陌生吧 尹涛的水平挺不错 指导过琉璃 锦衣之下 千古绝尘 少年歌行 大唐荣耀等剧 指导的这些作品 好剧巨多 不会有奇奇怪怪的镜头和癖好 墨书白的原作小说爱情和歌剧坚固 前期是打闹的日常 后期则是朝堂守城等故事 剧情很好看 二 白敬廷男主 和宋益CP感十足 白敬廷在2022年 连续出了开端和清清日常两部暴剧 她的演技和颜值都受到了肯定 这部白敬廷参演的长风度 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白敬廷有素感 和女演员的CP感强 花絮物料理和宋益的同框 简直就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一样 长风度还有张瑞 刘学义 蒲克 沙翼等实力派演员加盟 更是拉满了观众的期待 三 平台友好 追剧不累 相比较腾讯和优酷 爱奇艺的排播是最友好的了 有的剧还会日更 不会抠抠嗖嗖的 这些热度高的剧 排播就更不会让大家担心 最起码也是日更八天或者十天起步 基本在一个月内内都可以播完 但是长风度过审上写的是46集 现在电视剧需要控制在40集 否则就要分成上下部 这个就要看官方如何抉择了 落子上一个很悲情的反派 童年经历很惨 曾经以乞讨为生 得到过女主的温暖 可惜最后还是走上了争权夺位之路 刘学义的演技自然可以完美驾驭这个角色 曲景美术非常不错 《杀青特辑》里还有一个惊喜 那就是剧组的美术和制景真不错 等剧的美术老实是刘成义 负责过《禅香如谢》 《莲花楼》等剧的美术 古色古香的中式室内 还有唯美浪漫的雪景都很好看 最近《杀青》的这几部 在曲景上都是用了心思的 看来都很懂得现在观众的审美 不仅演员要好看 制景等方面也有高要求 《长风度》的演员阵容不错 除了白静廷、宋毅、刘学毅、张瑞外 还有很多老戏古实力派加盟 看到了丁永代、何中华、何盛明、沙毅、胡可等熟悉的演员 剧组5的真言是 看了《杀青特辑》才知道有这么多实力派 对方的办法都看得很明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